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得出来你喜欢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划清界限呢 光是喜欢是不够的 在感情里 我不是那种 会越错越勇的人 如果失败了 我只会 否定自己 怀疑自己 那又是因此 错过那个对的人呢 不是你说的吗 越是了解 才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花时间去验证答案 太累了 而且 还有失败的风险 所以 我选择 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毕竟 生活里也不是只有爱情 是 生活的确不只有爱情 但生活里让人自我怀疑的 也不是只有爱情 之前怎么没觉得你这么能言善变呢 你之前说 开罗紫玫瑰的女主角 因为荧幕中的完美恋人不切实际 所以即使很喜欢 还是选择回归了现实 可是现实中的恋人最终抛弃了她 你想说什么 逃避不一定可以远离伤害 因为孤单和不爱的人在一起 是一种妥协 可是有喜欢的人 还是选择孤单 那就是另外一种妥协 反正我是不会轻易退缩的 是你让我知道 我想要什么样的人 好 眼尿还没好 小夕月 你后来又补看了开罗紫玫瑰吗 我看了十多遍 要不 试一下是不是正确的人吧 好啊 好啊 不哭了 流了鼻涕 不哭了 不哭了 我好熟悉 好啊 是吧 拍照 我闭嘴 你 就是 dép